你们自己试试看 后面其实可以是英文资料 或者是中文资料 反正就把它分开来 然后建议就是说 有的时候问 最好还是拆开来 慢慢问慢慢问 你不要一次问很多的复杂问题 我发现它还是会容易出错 那以这个来看 如果你数字OK的话 其实英文应该也差不多 而且它给的程式码好像也差不多 你有没有发现 如果你们打 因为我另外在云端白板上面 也有一个104 就是跟103最大的差别 是把数字改成英文 也就是说我要算的是 英文有几个字 并且把英文资料取过来 后来我发现 其实它得到的程式结果 跟刚刚的那个 我用sup好了 我用function我就不讲了 function其实也雷同 然后呢 其实最大的差别 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看出来 其实它最大的差别就是这一段 这一段是什么呢 如果你刚刚 跟刚刚的那个数字比的话 数字我刚刚讲 它最大的关键 我怎么判断它是不是数字 它是利用一个函数 哪个函数 叫做its numeric 是不是数字的这个函数 判断如果是 他就加1嘛 或者说是的话 就把那个字取出来 那可是英文的部分 英文部分 其实哦 我后来发现它这个方法 比我想的还要更好 因为本来是用那个 计算内码的位置 不过我发现那个内码位置 实在是很不方便 后来它用这个方法 还蛮简单的 就是呢 把那个资料取得之后 把那个字呢 拿去用一个函数叫like like的话呢 其实这个应该可以理解吧 是不是啦 反正就比较一下 是不是A到Z 跟A到Z这个范围 如果是的话呢 那表示 它就是英文 不是的话呢 那就不是英文 所以如果这样讲起来 其实它ChartGP产生的 最关键其实就是这个逻辑啦 所以如果这个逻辑 可以拿来用 其实就可以改了 所以如果假设 我要拿这个原来的程式来改的话 比如说我用 这个原来数字个数这一段 sub 要把它改成叫做英文个数的话 那我先把这一段复制 先贴到底下 然后把它改一下 叫英文个数 我是建议你们可以 具备有这样的能力 改成式的部分 英文 因为我觉得ChartGP虽然很厉害 但是你还是要 会修改 因为毕竟最后 还是要改成你要的那个样子 第一个 把英文个数 这一段sub 如果你假设不想重写 你想要另外改一个 别的名称的话 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把中间的这个逻辑 有没有 if到end if 改成什么 改成这个 就是这一段有没有 直接把它贴过来就可以了 那有个地方不一样 有没有发现 它这边名称叫test 这边叫sales value 当然我们是 如果我们叫sales value 你可能就要把test改成这个名称 它两边不同一 不过指的是一样的东西 那怎么做 我做一次给各位看 就是拿这边有没有 把这一段 for回圈里面的Ctrl-C 那这个是104里面的那个 我是放在第二页 这个这个是一个sub 这个是一个sub 那把中间 for回圈里面的这几行 这四行Ctrl-C 贴到这个地方 就是 城市的这个地方 因为这边三行 那边四行 贴上 然后呢 记得改一个地方 只要你看到这里面 它是叫test 你一律改成什么 改成叫sales value 因为它的名称不一样 这个改一下 这个要改 然后 还有一个地方要改 哪个地方 我们这边用counts 它好像把它改成叫later count 其实没差啦 这个名称 这个变数名称 记得也把它改成叫counts 数量 这样子 就 完成了吗 看一下 还有一个地方 最后还有一个地方要改 哪里呢 因为要输出的是用 计算它的相对位置 有没有 因为我资料是A2到A9 那我输出的话是输出到D 所以相差几栏呢 1 2 3 所以记得要改哪里 这边记得改多少 改3 就可以了 OK 对 这个应该可以看懂吧 所以其实以后啦 我是建议 你如果有修改程式的能力 你就不用问 翘域一直问一直问 不然我发现很多同学 真的问了 真的 一直问一直问 最后才有答案 可是你不累吗 我觉得翘域也快很累了吧 因为问到最后 你可不可以不要一直问 对 因为它其实已经给你对了答案 你看不懂 你也不会改 对 如果你会改 你不用一直问啦 问重点就好了 有没有 就问如何判断是英文的这个逻辑 你把它贴过来不就好了 这样就搞定了 OK 不然的话你一直问 最后其实也许可以问出答案 但是也许问不出答案 你也很累 你觉得 怎么一直在无穷回圈这样 一直在鬼打墙一样 OK 所以记得喔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执行看看 数字英文个数看有没有结果 执行一下 欸 有没有出现 有了吧 答案对不对 应该也对吧 OK 所以喔 英文个数我在改什么地方 其实没改太多 一 先把这一段 有没有 复制贴过来 二的话呢 就把 这一段 有没有 这个 不过这一段可能改的比较多 就是一个逻辑判断 它的逻辑判断就是中间 这个 把它从 就是 Charty PD 英文的部分 贴过来 那因为它的变数名称不同 所以我有把它修改 还有这个 名称不同 把它改成跟 这边的程式一样 还有最后的话 偏移的数量 就 搞定了 好 另外的话还有什么 数字 英文个数 还有什么 底下还有什么 英文资料 所以一样 Ctrl C 拿它来改 把它当范本 这个英文 所以数字的话 改成英文 英文资料的话 那主要也是这一段 那这一段怎么改 其实呢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改 其实我在104的这个云端也有 SUB部分 其实也是跟刚刚类似 就这一段 这四行也有 只是说这个名称 要把它改成叫什么 Sales Value 这四行 一样Ctrl C 然后把它Ctrl V贴过来 贴过来这边 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 就是Sales Value 把它改成 这边Test 改成叫Sales Value OK 那RELAL的话 因为这边一样 所以不用改 所以这个比较简单 最后最后还有个地方 偏移的数量 因为这个是A欄 我要输出到1栏 所以是偏几个 1 2 3 4 所以这边要输出多少 输出4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向右移动4栏 帮我输出到那边的意思 好 来试试看 知情一下 有了 有没有 所以其实 如果你假设 会数字程式 然后要做英文的部分 其实我倒也觉得蛮容易的 只是说可能 你还是要看懂一点 程式到底运作的方法 当然最后的话 一样就是在这边 再增加一个什么 英文统计 OK 我刚刚本来是计算 我把它改成统计 这个叫英文 然后3 清除的话就把它改成1 B1到1 因为B2到这边1 清除的话就不用改了 然后英文统计再多一个 那我一般习惯 会拿这个按钮 复制它 贴到下面 然后把它改 因为不用拖 因为我发现 这个开发人员同学 常常就是 每次做的按钮 大小都不一样 但是你复制贴过来 一定会一样 那你说怎么改成英文 很简单嘛 你再重新按右键 重新指定 它是英文统计 在这里 然后就把这个名称 复制 贴到这边来 这样应该就OK了 试一下 清除 英文 数字 英文 不对 我是没选到 英文统计 这个 选对 如果点下去没反应 应该是没连到 诶 诶 我的扣没改 对 扣 对 英文 有时候偷懒一下 贴过来 这个不能打错 名称没打 执行 这样就对了 OK 按一下清除 全部清除 OK 好 这个就final 所以今天的 这个 练习的话 就请各位 试着完成 这三个按钮吧 OK 这三个按钮 就等于是 我背后有好多个stop 画面最后还给各位 那我一样会把刚刚的这个几 我刚刚写的程式 一样就是会把它再复制贴到云端 一样就贴到刚刚的下方 就等于是多了一个英文统计 然后再来就是英文个数跟英文的资料 是 Groß 这 我